美国对其工业阵地的关注可见一斑,尤其当涉及到近500万工人的生计时,他们绝不敢掉以轻心。 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快速崛起,但面对美国的严密防护,要真正进军北美市场,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秉持里根的经济政策,将许多盈利不佳的产业外包或转移,导致大片的工业区变成了铁锈带,许多曾经繁盛的城市现如今变得萧条。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现如今的美国甚至没有军舰和航母的维修能力,而是依赖于印度和日本。 除了金融和服务业,美国的其他工业正在萎缩。 尽管如此,美国还拥有以英特尔、高通和苹果为首的芯片产业,但这些产业也只能维持其竞争力大约三年。 商务部长雷蒙多曾在参议院表示,华为的技术突破令美国深感担忧,强调需要更多的手段来制约其发展。 显然,面对华为M60的技术,美国尚未完全解析其芯片技术,只能选择更多的制裁措施。 但事实上,雷蒙多也清楚,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手段,真正面临的是技术上的困境。 美国的经济面临重大挑战。 在近期的外交动向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将带领两党代表团访问上海。 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为美光公司争取中国市场的宽容,因为美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一旦中国采取反制,美光的收入就骤降40%,并由此蒙受了14亿美元的亏损。 而这只是开始。 拜登的计划将台积电迁移到美国也受到了冲击,尽管已完成一半,但未来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 此外,美国的航空产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在过去,波音与欧洲的空客一直是市场的双雄,年收入都在500亿美元以上,它曾被誉为美国的工业瑰宝。 但自从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以来,波音再也未能从中国获得订单。 到2022年,波音的亏损竟然高达500亿美元。 而中国的C919大飞机逐渐崛起,使波音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在市场上的地位岌岌可畏。 生物制药领域也同样值得关注。 尽管美国在某些领域仍有技术优势,例如癌症治疗、保健品、基因疗法和高端医疗设备等,但在中低端医疗产品上已经严重依赖中国。 例如,高达96.6%的青霉素来自中国,而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医疗产品出口额已达210亿美元,超过从美国进口的160亿美元。 虽然生物制药为美国提供了近92万个工作岗位,但对于美国的工业来说,汽车制造仍是它的最后堡垒。 在2022年,美国制造的汽车数量达到1006辆,而中国为2702万辆,日本为784万辆。 这是美国位居全球汽车生产的第二位。 在汽车出口方面,美国在同年出口了220万辆,排在日本的320万辆,中国的311万辆和德国的261万辆之后,成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出口国。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达到了450.8万,远超其他行业,如航空、制药和芯片制造。 无疑,这是美国工业的瑰宝。 但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迅速崛起,并在2023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浓厚的竞争氛围。 欧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采取了对中国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的措施,意图制止中国汽车的入境。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本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美国在2022年与欧盟和日本产生了摩擦,并大力补贴本土产品。 只要是购买美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可以得到7500美元的联邦政府补贴,加上各州政府的补贴,金额可以达到2000至1万美元。 但这种补贴的前提是,汽车必须完全由美国生产,并且所有关键部件都是美国制造。 这一政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减少外国汽车品牌在美国市场的份额。 例如,在加州,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得到高达18000美元的补贴,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大大降低了成本。 2023年,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投入1550亿美元支持传统汽车商的转型。 这一名为投资美国的法案有关,为了支持电网电池的国内生产,他们已经分配了270亿美元。 尽管美国的建设进度通常缓慢,但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速度却相当快,已经建成了13.5万个。 这是因为汽车工业关乎大约500万人的就业。 虽然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打破北美市场。 但是,就在美国想要复兴其汽车工业时,汽车联合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15万工人参与。 他们要求薪水增加40%和每周只工作4天。 面对这样的要求,汽车厂家如通用,福特和斯特兰蒂斯纷纷提出涨薪建议,但涨幅远低于工会的要求。 汽车工会筹备了8.25亿美元支撑罢工,参与罢工的工人每周可领500美元,医疗费用也由工会承担。 工人坚定要求涨薪40%,汽车企业回应,涨薪40%会导致公司破产。 工人表示不接受此解释,称涨薪是他们的权利。 除工会支持,美国政界也站在工人一方。 拜登火速前往底特律支持罢工,批评特朗普并发布竞选广告。 特朗普紧随起后,宣布支持工人,甚至提出涨薪60%并批评拜登的政策。 在拜登和特朗普的讲话后,美国汽车工人的情绪被点燃,他们誓言要坚持罢工,如果没有薪酬提高,他们绝不复工。 他们挑战汽车公司,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停止生产。 汽车公司为此交投烂额,他们担心如果满足工人的所有要求,公司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薪酬,那破产将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情况,拜登和特朗普能不了解吗? 显然,他们是清楚的。 但考虑到美国汽车行业拥有450万从业人员,成为美国最大的选票库,冒犯这群人就等于放弃了再次竞选的机会。 特别是此次罢工涉及通用福特和斯泰兰蒂斯这三大汽车企业在摇摆州密歇根、密苏里和俄亥俄的工厂举行。 这些州的选票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关键时刻,拜登和特朗普更注重的是如何吸引这部分选民而非汽车工人的实际诉求。 同样,美国无法彻底进枪,是因为没有政治人物愿意与步枪协会为敌,这是一个重要的选票库。 那么,美国的工会真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存在吗? 他们当然做了很多,但有时过度的要求会使情况势得其反,如同南美的一些国家为了迎合选民过度依赖外债发福利。 对于给工人掌心,这无疑是正当的。 但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工会似乎与美国的经济政策脱节,许多制造企业受到冲击。 他们不得不转向亚洲或雇佣非法移民来降低成本。 现如今,尽管美国仍有一些服装产业,但他们主要雇佣的是非法移民,支付的薪资仅为普通美国工人的五分之一。 在工会的影响下,美国的铁锈带逐渐扩大,失业率持续上升。 如今,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都面临一个决策,是将工厂牵制中国还是转到墨西哥? 尽管这样的选择胜过破产,但他似乎也显示了他们的困境。 而拜登则愤怒地表示,他为了维护美国的汽车产业,为了产业的升级,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补贴,但现在所有努力似乎都付诸东流了。 他警告说,在2024年对特朗普的竞选中,他会一决高下,并随后与这些汽车巨头结算。 拜登坚称,他一直是对工会最友好的总统,并强调他将继续支持制造业返回美国。 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的其他工会也开始活跃起来。 不仅特朗普和拜登表示支持罢工,许多工会成员也表示愿意响应这一呼吁。 例如,拥有超过7.5万名成员的凯撒医疗集团工会已经公开表示,如果不给他们加薪,他们将立刻开始罢工。 此外,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也已经表示要加入罢工行列。 美国最后的工业基地似乎也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拜登和特朗普目前似乎都在努力支持工人的罢工行动。 令人的局限权 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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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炁兰